美国前总统特朗普4月4日下午在纽约曼哈顿下城法院出庭接受封口废案的问讯 据消息人士透露 特朗普在听取对他的指控后 对34项罪名表示不认罪 并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检察官指控特朗普参与了压制负面信息的非法计划 其中包括被告下令非法支付13万美元 以压制可能损害其竞选活动的负面信息 起诉出称 他犯下伪造商业记录罪的部分原因是宣传他的候选人资格 特朗普并未向他的律师们日前透露的现场发表个人声明或评论 特朗普的律师托德·布兰奇在传讯后 在法庭外发表讲话称 他的当事人倍感举骚 并在本案中指责检察官将完全是政治问题变成了政治起诉 据悉 此案的下一次现场听证会日期定于12月4日在纽约举行 另一方面 为应对此次传讯 纽约市警方连日来在特朗普大厦和他即将出庭的法院附近设置路障 强化安保 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更是喊话试图寻衅滋事的人 纽约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暴力和破坏活动 多家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将于4月4日至6日过境洛杉矶 期间将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演讲 同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卡锡等美官员会面 对此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发言人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过境为名搞台独分裂活动 破坏中美关系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篡美 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蔡英文以所谓过境之名行官方往来之时 会见接触美政府官员议员并公开演讲大搞政治作秀 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 执意安排蔡英文过境 纵容支持台当局谋独行径 中方对此严正抗议 予以强烈谴责 麦卡锡众议长是美国会领导人 是美政府第三号人物 无论他以何种身份与名义同菜会面 都是又一起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行径 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无异于地区和平安全稳定 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中方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月4日 芬兰正式加入北约 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 芬兰的加入使北约与俄罗斯的边境线 长度增加了大约一倍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芬兰加入北约是局势的恶化 是对俄罗斯安全的侵犯 将迫使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 他并未具体说明他指的是什么措施 但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在芬兰的任何军事部署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警告称 芬兰此举可能会加剧冲突 北约成员国正在加强他们的反俄政策 同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这将导致战争升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表示 没有芬兰的同意 其他北约盟国的军队不会驻扎在芬兰 芬兰国防部长安蒂·凯科宁周尔表示 外国军队驻扎将是未来讨论的话题 4月4日 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马兰西亚总理安瓦尔称 他在中国访问时公开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谈及原因 安瓦尔表示 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经济实力已经飞昔比 马兰西亚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了 可以使用马兰西亚林吉特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本国货币 他还补充说 马兰西亚央行已经就双边贸易可用林吉特和人民币结算仪式 与中方进行谈判 就在数日前4月1日 印度外交部宣布 除了现有其他货币结算模式外 印度和马兰西亚之间的贸易现在可以用印度卢比进行结算 印度媒体称 这一决定是印度向去美元化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同时 此举也是为了保护印度贸易不受俄乌冲突的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 除俄罗斯、印度之外 东南亚地区国家不断讨论本国正在进行的去美元化进程 各国认为 由于美元持续走强削弱了当地货币 该地区的经济体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风险 而早在去年3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戈皮纳特就预警 美西方对俄制裁可能会鼓励使用其他货币的较小贸易集团的出现 从而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 您渡滞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